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段 三到四节 大卫观看神所造的天空 以及星宿 便感叹人的渺小 三节四节 在本篇诗当中很关键 他先从否定的角度 讲到与神的大能和创造相比 人是多么渺小的造物 然后紧接着再由第三段 反过来强调 就是这样渺小不配的人 竟然得到神所赐的 极大的尊贵和荣耀 经文这样说 我光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在神所造的宇宙外有当中 人是一种奇特的受造之物 我们无法知道 那天上飞的飞鸟 地上跑的走兽 和海中湖泊 合理的游行的生物 这样看 浩渺的天空和无垠的宇宙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 能够看到浩渺的穷仓 看到万物而生发观察 思考和发问的 只有人 圣经在《创世纪》当中 第十五章 神最早领了以色列人的先祖 亚伯拉罕 出到帐篷以外 去看满天的星斗 神也在这里 吸引大卫的注意力 去往天上看 看神用指头所造的天空 穷仓 以及那刻意摆设安置的每颗星宿 在无神论者和进化论者认为 宇宙外有的起源 是来自于永远也说不清楚的 一次大爆炸 甚至就连基督徒也这么说 有大爆炸 就产生了后来 这有序的一切 这种说法 实在是荒谬至极 宇宙外有 我们必须要看见 是经过神 伟大奇妙智慧的设计 所以圣经才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这是罗马书 第十一章三十六节 在感受到 神创造的浩瀚和奇妙之下 大卫提出了 一个圣经当中 另外也有人提过的 相同的问题 大家如果读 约伯纪七章第十七节 还有二十五章的第六节 还有诗篇 一百四十四篇 第三节以下 除了在本篇的第四节 别的地方也有在问 人算什么 但不同的是 约伯纪的两处 是分别讲到 受苦者的恳求 还有 因人的罪 而引发的 那种恐惧之情 诗篇当中所问的 意思要嘲笑 背叛者的高傲 但是当大卫 问到 人算什么的时候 却没有悲伤 绝望的色彩和调子 他问 人算什么 这一问题的目的是 人在茫茫的宇宙外有当中 那么的微小 那么的微小 你竟然还顾念他 眷顾他 有的圣经学者 解经家门 努力的帮我们 来解释这里所提的人 和世人 原来西伯来文的含义 都是为了强调 在亚当里 被造的人的渺小 和生命的脆弱 但恰恰 针对这脆弱的人 神向这脆弱的人 所带出的 却是顾念和眷顾 在圣经当中 提到这样的词 顾念被解释为 是有神带有着深深的爱 怜悯 同情的那种感受 而且他即将要向 自己所连续的对象 展开施恩的行动 眷顾也是一样 他又会被翻译成为 赵廖 在路德纪的第一章六节 还有在诗篇六十五篇 第九节 眷顾又可以被翻译成 是造法 也就是神对信他的人造法 这都是在表现 神对他要施恩的对象 人和世人 有着爱的怜悯 也有着爱的行动 神只要一道来 人就蒙福 就被施恩怜悯 那可怜的光景 受苦的状况 就得以改变 弟兄姐妹们 当今天我们看到 大卫问人算什么的 这一神学命题 同时也是个哲学问题的时候 真的要引发我们 有一点思考呢 人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世界怎么说人 而圣经又怎么说人 在进化论者达尔文的说法中 人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动物 当然这发展 是由进化带来的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相信 人只是一个 未发展完全的小孩 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认为 人只是一种经济的要素 古代的希腊哲学家 百拉图 认为 人是没有羽毛的 两族动物 据说后来 有人听到他这么说 就拿来一只鸡 把鸡身上的羽毛 都揪掉 然后拿到哲学家面前 告诉他说 这就是你所认为的人吗 于是百拉图 改变了自己的说法 他称人 是一个寻所异议的生命 另外有一位哲学家说 人是一只鸢尾 然而是一只会思考的鸢尾 还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 他称人 是地球表面上的一种疾病 我们看到 当人们这么说到人的时候 基本上评价格调都不很高 而且这其中非常的危险 那就是 若把人这一生命的现象 看得很普通 就会决定 人类的历史究竟怎么写 因为人类的历史 都是针对人 究竟有什么价值 而产生的 不同的观点 和对待的历史 在好多年前 我拿过一个资料 在解放前 当中国有很多步道家 在传福音步道的时候 都是先会从负面的角度 讲到人 其实原本没有太高的价值 比如若把人进行了物理的分解 那么一个标准升高 体重的人会得出具体哪些物质含量呢 基本上是这样 当然 这是解放前 人们所得出的数据 比如说 从一个人身上 可以得到 能做六块肥皂的脂肪 一个人的身体上 所含的磷脂 能做 两百二十根火柴 一个人的身体 所含的石灰质 可以将一个养鸡的笼子消毒 所含的硫磺 能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跳蚤 人体所含的铁 能够打一根铁钉 人身上所含的盐 用手一抓 刚好一把 人身上所含的糖 大概有一杯 当然 现今人们身上的糖 会多起来 因为许多人都血糖过高 有糖尿病 再有 一个人身体内所含的 氮气 可以做火药 啪的一声 可以放一枪 另外剩下的是占人体的 70%到80% 这个部分大家猜得到 通通是水 如果就是这样 来看一个人 再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话 放在今天 它总的价值 不会超过一百块人民币 所以你说人高贵吗 有价值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个人若生病了 动则就几万 十几万 二十几万 甚至上百万 甚至用更多的钱 去抢救一个身体 你们认为值得吗 先别急着说 我们先来思考 那圣经当中 怎么提到人呢 圣经最积极的 论到人的 我们先不讲 把它放到第三段 五节到八节来讲 圣经也曾用负面的角度 来看人 比如像 耶利米书十七章 第九节 就讲到 人是恶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石头呢 再有 像 约伯记二十五章第六节 就提到 人像蛆虫一般 诗篇九十篇 五到九节 就讲到 人生的实际光景 不过是像草 像梦 像水 像一生叹息 诗篇一百零三篇 十四节 也提到 世人的本质 其实 不外乎就是泥土 所以 大卫就祷告说 神怜悯我们 他思念我们的本体 不过是尘土 格林多后书 四章七节 说到我们的身体 就像瓦器 雅各书 四章十四节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节圣经 主的兄弟雅各提到 我们人的人生 不过是一片云雾 出现扫实 就不见了 你看 当圣经提到人 是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大卫在神的面前 在神所造的 浩渺的宇宙和穷昌之下 在点点的繁星之下 明亮的月亮之下 所发出的感慨 是何等的合理 是的 人 尤其是已经在亚当里 犯了罪了的人 算什么呢 竟然能得神 如此的顾念 和眷顾 这是多么深邃的问题 他既是哲学性的 又是神学性的 最为紧要的 他乃是信仰性的 是我们生命当中 不能不发出的铠叹 和疑问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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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